哈喽哈喽 哈喽预言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 好 首先呢 跟我们的Timebrace抖音直播间的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预言 欢迎你 那么欢迎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那么我有注意到今天预言的 一整身的look非常的优美 那么包括呢 也是在我们整个的展览当中 如果说是拍照的话 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那么我有注意到预言 在很多的平台当中 有分享一些cover 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 最开始是怎么想到 要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本身自己很喜欢唱歌嘛 然后我又想给大家看 更多好的作品 然后还有大家也很喜欢听我唱歌 然后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就习惯性的会去 录一些东西给大家看 然后就怎么 就有一种小默契吧 每个月会有一个这样的 翻唱视频要给大家听 就是说预言通过cover去 跟粉丝朋友们之间建立一个联系 能够更加的紧密一点 那么还有个问题 都会翻唱一些风格不同的歌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比如说通过我唱的歌 然后看一些 就是比如说我又唱歌 然后又有这些视频 就是那种很放松的状态 然后大家可以在家里会很轻松 然后也可以享受这种休息的氛围 哇 说得太好了 那么预言也是非常的爱 自己的粉丝朋友们 今天预言来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Tumbraze的嗅觉弹 香气的一个蜡烛的展览的现场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邀请预言跟随我们直播间的镜头 一起带领大家来云广展 看一看我们这次的新的展览当中 有哪些非常有意思 有趣的互动的环节 来 我们去边请 好的 好 小心台阶 那其实每个装置都是我们的设计师 是花了心思去设计的 那包括呢 你会看到特别多样化的一些 艺术的装置等等 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到的区域呢 就是首先 预言的是非常多的一些 巨型的蜡烛的装置 而且呢 它的颜色就是白色跟蓝色 我不知道预言第一次看到蓝色 或者说白色 这种很像大海 或者说冰川的感觉 第一个印象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平静 对 其实就是跟我们本身产品 也是有联系的 我觉得选用这种颜色 肯定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吧 因为蓝色啊 白色 就看起来很平和 对的 没错 那仿佛就是我们在远洋游轮当中 去远眺整个的冰川 在海面上浮现的感觉一样 而且呢 你有注意到吗 其实每一个蜡烛的大小高度 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呢 其实我们现场的镜头呢 也可以跟随我们手指的方向 去给我们整个蜡烛的外观 做一个特写 那所有的 所有的它的一个外观 全部都是设计师去手工制作的 来 我们预言这边请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蜡烛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竹心都是特别的艺术打造的 而且呢 每个的话我觉得 单独的拿出来都是一个艺术品 那因为现场呢 我们的整个的光线是比较偏亮的 那如果说将周围的所有的灯光 全部灭了以后啊 大家就能够感受到这种 严寒冬季的这种季节的 暖暖的氛围感了 那么预言也可以去 稍微清楚一下 我们中央的材质 那么这些材质的话 它其实是 对 它是真实的 实蜡 实蜡 对的 没错 好 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身后的这一件 身后的这件的话 它是这个展览当中 最大型的 巨型的蜡烛装置了 我觉得我们的小姐姐 应该会比较喜欢 在她旁边拍照 因为会显得我们的女孩子 会更加的苗条一点 就是有一个对比反差感 对 我们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 我们这款的装置 比我高这么多 对 很高 我可以通过这个蜡烛 然后估算我的身高 是的 你已经很高了 然后呢 包括呢 其实这个蜡烛 我目测觉得 差不多有2.5米左右 然后呢 你可以通过它 去摆一些pose 个性化的pose 预言的话 如果说你平时 如果说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在这样的装置前的话 如果拍照 有没有什么技巧 可以分享一下吗 如果要是今天这身look的话 那可能就是会 靠着 倚靠 倚靠在这边 然后会有一些称呼的 太优雅了 太好看了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赶快去截脱 好 谢谢预言 刚刚的分享 那同样的 我们在稍作身后的这面墙 因为我们这次的展览的 有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在于整个的背景墙 我觉得就很像我们走红毯的感觉 所以呢 也是一个 这种蓝色的丝绒的质地 来 我们稍微移步到左边 好 我们定点到这里 慢点 小心 好 那其实呢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非常适合 跟您今天的这一身 就非常的搭配了 我觉得就是有这种颜色的对比 而且呢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包括我们喜欢拍照的朋友们 可以来到现场呢 可以拍些视频 那么在跟随 其实我们旁边 左手边是非常大的LED屏 显示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秀绝弹系列的 香氛蜡烛的整个的 震撼的广告大片 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去拍点大片的片段 亦或是拍点 我们旁边的产品的片段 我觉得就是 差不多可以分享到 自己的平台当中 能够吸引很多很多的点赞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是非常感谢预言 当然呢 预言来到我们现场 一定是有福利 送给大家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 是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 我们会为大家去准备了 三种不同的奖品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 秀绝弹系列的 正装的护手霜 第二种的话 就是我们跟身后背景墙一样 非常呼应的 毛绒质地的蓝色的手提包 那第三波奖品 就是我们的这一次 秀绝弹系列的 正装的扩香石膏 好 那么有个关注的前提 就是一定要去点击关注 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的预言的粉丝们 抓紧时间关注一下 我们Temporary的直播间 我们同样的也是 请到现场的工作人员 将我们的手机递给我 我们会以截屏的方式 进行抽奖 我们会截屏最后一位 点了关注 并且露出完整ID号的 粉丝朋友们抽取我们第一波 那么我需要预言配合主播 去完成这部份抽奖 我会倒数五秒钟 那么预言只需要喊停就可以了 好不好 来 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给大家五秒钟时间 点点关注进行刷屏 现在可以将我们的 嗅觉档案四个字 在我们的公屏下方 进行留言咯 来 刷屏刷起来 对 现在不要刷预言的名字了 现在可以刷我们的 嗅觉档案系列的 嗅觉档案四个字 刷我的名字没有礼物哦 是的 刷预言的名字 暂时没有礼物哦 赶快刷屏刷起来 对的 你们现在就不要说其他话了 我现在发现 各位还没有再刷屏刷出来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对的 有延迟 好 来 嗅觉档案四个字 刷屏刷起来 来 朋友们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现在要抽奖了 我要倒数十秒 五秒钟 预言喊停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来 第一波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 符不符合要求 第一位的话应该是符合要求吗 我们后台确认一下 稍等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 第一位是我们的喵喵 来 您赶快去截个图 第一时间联系一下 我们后台的客服人员 好 这是第一位 好 继续刷屏刷起来咯 嗅觉档案缺一不可 我看到很多朋友们 是刷嗅觉两个字不行的 来 倒数秒钟 第二波抽奖的送取的奖品 就是我们的毛绒置地的手提包 倒数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的 第二波看看预言送给的是 哪位非常幸运的朋友 第二位的话是我们的 应该是我们的聪 跟你说一下 来 我们镜头切近一点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 它是点了关注 它并不是我们最终中奖的名单 是我们第二位的聪 来 恭喜您获得的是 我们的毛绒的手提包 好的 最后一个奖品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都非常喜欢 就是今天还没有来得及给预言介绍 就是我们这次全新三款箱形的一个 迷你的扩箱石膏 就自带香味的 那到底花落谁家呢 我们倒数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头像是熊猫的就位宝宝 来 赶快去截图 联系一下我们的后台的客服人员 帮您去安排我们产品的寄送 那好的 今天的话 预言的话也是非常的充分 给大家去安排了非常多的福利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预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那么也是希望预言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或者说 多多在自己的平台当中去分享你的cover 因为我也是你的忠实的粉丝 我觉得 对的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期待 你每次有全新不同的一些创作 好的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 我们稍坐休息 晚安 好 来 这边请 我走了